大家好,我是长人称广西谢霆锋 我是焦炎,自称85院族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 争当杀人犯的故事 很久没有附和的烧脑 今天来了,焦炎放面 1995年,东京出现了一起连环杀人案 短短四个月连杀五人 警察查来查去,没有一点头绪 2010年,日本颁布了刑法修正案 1995年4月28日零点以前的刑事案件 将不再追溯期内 而巧的是,1995年的连环杀人案 最后一起,就是在4月27号的晚上发生的 所以说,就算找到了凶手 公检法都拿他没招 一转眼,案子已经过去了22年 那一天,凶手现身了,要开发布会 他穿着比挺的西装 打着抓马的灯光,放起了PPT 我听过PPT造车 PPT造工作站,甚至PPT承认出轨 但我真的没有听过PPT杀人哦 别着急,凶手很快就有鼻子有眼地说起了作案细节 他杀人有三个原则 第一,杀人的时候必须有一个被害者的亲友在现场目睹 第二,一定是从背后把人勒死的 第三,一定要让目击者活着 让亲友目睹是为了享受他们眼中的痛苦 让目击者活着是为了让他们出去传播这种痛苦和恐慌 问他看出凶手一很变态,二很自恋 像脚也一样 看着直播的牧村警官咬牙切齿 22年前,他差点抓到凶手 肌肤就要扯掉他的头套 谁知,他很快就眼睁睁看着自己上司找雷死 成了五连杀中的受害者 凶手说完凶案细节突然 没有错 这个杀手不光大大方方地展示了自己的大饼脸 我们叫他饼哥 还宣布自己写出的杀人自传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现在公开发射 我怎么那么嚣张啊 没办法 首先,法律无法再追溯他的杀人罪行了 第二,法律保护他出版的自由 狗不其谈 凶手那种骚操作 气得警察砸电视 过路专家也在直播间猛烈潜贼 广大人民群众也表示 脑残无国界只因你太美 饼哥的书卖爆了 与此同时 他狗子还生安IP运营 那边去受害这家属那里道歉博眼球 那边顾杀手去签售会假装枪击自己 一时间,线下霸占版面 线上承包流量 就差没去代言NBA了 还没完 他还想上电视访谈 本来要约是很多的 但听说他要求直播都纷纷退却了 这傻孩到底想干嘛 真的就拿他没有办法了吗 往下看 日本当红新闻主播仙堂表示愿意让饼哥上直播 这个主播战地记者出身 摸爬滚打成为日本家喻富小的新闻一钩 22年前 他作为记者一直在追踪报道那几案件 走访过无数案发现场 采访过无数次受害者家属 如今,功成名就 还是想给这个案子来一个了结 直播很快就安排上了 饼哥洋洋得意地坐到镜头前 还没等他开始装逼 主播就先发自然 抛出了质疑三连 一,你书里面写了五起雄啊 可根据我22年前的调查 还有第六个受害者 二,三小时前 有人在网上宣布 我才是凶手 三,这个人还发了一段视频 这下热闹了 出现了两个凶手 抢着任领 网上也各种开始战队开思 而这个时候 明星新闻主播当起了脚屎棍 他约了两个凶手 和受害者家属 牧村警官一起来参加直播 大家现场开杠 决出谁才是真正的真凶 第二次直播正式开始 二号凶手 三三来迟 还戴着一个非常有拦子气盖的面具 名人不说话话 面具男让现场播放自己带来的DVD 四个人在电视里面看到了警官妹妹被活活勒死的情况 主播怒了 警官哭了 丙哥疯了 他顺手拿起主播的笔 就要去杀面具男 不是 丙哥为什么要那么举动 太后那么大声干什么 这你就不懂了 川 原来代笔杀人的丙哥 书也是代笔的 这一切都是警官和丙哥的局 书是警官写的 作用海量警方内部资料 他把这一本《杀人之传》写得活灵活现 而丙哥是谁 警官妹妹的男朋友 当年就跳楼自杀未遂 抢救成功后 做了整容手术 在牧村警官的帮助下 拥有了新的身份 他们知道凶手是一个自恋狂 无法容忍有人假扮自己 所以这一波钓鱼之法 为的就是榨出身份 面具男方了 但事情当然不会那么简单 果然 这下流量从丙哥转移到了主播 他开着奔驰来到自己的别野 已经有记者在这里守候 为他拍纪录片了 演到这里你应该也猜出来了 打开房间 丙哥已再次等待 凶手就是主播 战地记者的生涯 让他目睹了自有被恐怖分子勒死 换上了PTSB 22年前 他一边变态杀人 一边采访受害者家属 获取变态快逃 现如今 找到别个冒充 自恋了他 最终还是露出了狐狸尾巴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为了装逼二宫都的录像带 给了自己最后的一击 录像的最后 可以看到东京塔的灯 熄灭了 时间已经去到了1995年的4月28日 这个案子 不属于追寻其外 凶手还是要受到法律的严惩的 最后 主播被绳之以法 终于没有人冒充他了 他终于可以揽下所有罪行 并马上写好了正宗的杀人之传 等待新一轮的打卖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 可惜我现在才明白 是什么 光是写书是没有前途的 光做电视节目也是没有前途的 只有做直播才可以走上人生的巅峰 添加日花姑娘微信号 日花花花 加入聚焦直播群 第一时间获取聚焦直播通知 我们在群里也会发送各种各样的福利 红包都是最轻的 诶 局长 你说我们的粉丝里 怎么那么多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呢 你说到这个我就来气 怎么呢 因为啊 他们自以为自己好看 就可以不点赞哦 这就不对了 你看我们长得那么好看 每次还是会滑到最底下 点一个充满爱和鼓励 帅 快点啦 等不起啦 点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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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一个人